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教堂呢 是我第一个经典 呃 他的故事我不是很清楚 只是因为他的那个 他设计的那个很特别 几乎上哦 他们每个教堂 其实都还蛮漂亮 只是他们的设计啊 物质来他的那个view 应该讲几乎上都一样的啊 那有些是这里有些坟墓之类的 但是这里没有 我发现到这里的路 或者是他的街上比伦敦干净很多 而且年轻的没多少个人 老的就很多这里 所以我们下断的路 你还能够在这里 那是太好了 因为我也是太好了 那是太好了 所以我今天也有试试 还是有点多好 在这边 那是太好了 就是啊,我们那个泳池哦,不知道什么来的 只是知道哦,它这里有个,不知道什么大一天 然后,它的地上真的是很干净 你看一下,它们的地上是很干净的那种 就老人比较多啦,年轻的很熟 而且我发现到,它的鸽子哦,有白色跟巧克力的 本来现在是黑色的嘛,它们这里是白色的,我也很好奇 它们的路其实是很干净的,不说来急的 只是哦,如果这样拿着车自拍咯 个冰淡小的人家可以一直看,一直看,好很好奇 好啦,然后我就去下一个景点 这一只像个龙的样子 既然后面有人在自唱 这条路呢,后面有两条那个好像火车的那个轨道呢 我问他们这边的居民是说,之前是有那种类似那种火车是可以走的 而且这个街上的还蛮大,其实 有kfc啊 一些手表店啊,smart and spencer啊,这里都有 好那边就是mart and spencer пыт走开 外面有mart and spencer-spencer 其实这个它也是蛮大的拉 在蘇克蘭他們的地上或者是教堂外面的城堂 其實真正的還蠻乾淨的 看到這裡有那種在蘇斯上面看到的 就是那種水上熱烟吧 就是可以跑的 然後有那種好像秋圈 海上秋圈之類的 現在穿著它是泳衣啊 花酸 花木船啊之類的 那邊有人在花木船之類的 就算他們都蠻厲害的呢 都會游泳 原來他們花這種木船呢其實是有人在教的 有個教練在那邊教著他們的 這隻船呢其實它的特特色就是在它船頭有一隻馬 就是就是那隻馬 它就是那隻馬 其實就算沒有什麼車子 然後它裡面 其實都一樣就是講說那些有什麼歷史啊 一些等等等等之類的吧 就是這隻馬 看到沒有 這裡的狗啊 牠們的毛啊 是不需要剪的 就是那麼長 因為它的這一整隻 都是鐵罩的 我還以為是木材而已 就是這隻狗 在門床面 然後看到 應該是剛剛我看到的那隻狗 應該是剛剛我看到的那隻狗 他們的狗 好特別耶 我們在這裡不是 牠廢都不廢 就只是看這裡 不知道了 超可愛的 這裡的狗 牠不廢人的 剛剛那隻狗是不是蠻可愛勒 在門口外面呢 牠都不廢 現在呢 我走到 海洋的位置 也就是看海的位置 一片 藍藍的海 那是輕輕的 就是輕輕的海 那個應該是去大海的 那個應該是去大海的位置 所以我這裡是一片海 然後我們這裡呢 就是一些人家住在 人家住在的屋子 那是像海的 我絕對是在那裡 而且其實是 沒有 是這裡 還要走回去大概是十分鐘 還蠻近的 有一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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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條 最後上了 走路 我今天不行吧 好彩是在這個 海邊的 看得到這個橋 那現在我帶你們看一下負面 那走吧 剛剛看完海 然後看完那個橋 然后我后面的一些 码头 住在家 他们住在 现在呢 我要去 B&A 好像是B&A嘛 还说是B&A OK 我忘记了 OK 现在我就要走进去 因为他在我对面呢 其实还蛮靠 看似很靠近啦 走过去应该四五十分钟吧 就类似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就去了 其实现在是要下雨 下着毛毛雨 所以我就停着毛毛雨 再走着去 好了 现在我就走过去了 不多说了 那就待会见咯 Bye 我前面这个梯子呢 我在考虑这要不要上 因为现在的天呢 是有点暗 然后我在下着毛毛的雨 暗不安全 其实还要考虑的 有说呢 要上吗 就是这个梯子 既然都来的嘛 那就上咯 命只有一条 也算贵 也不算贵 就不值得就好啦 我觉得 开心就好嘛 有上这个桥是没有来上的 应该有有两个清理上 然后现在就到我上 这趴的过程中呢 风是很大啦 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听到风声 风声 很大的风声 现在还蛮喘的 太久没有爬楼梯 OK 终于到了 看到有手持 放在这个 梯子上面吧 重点是 看台啦 在这里站着吹着风呢 其实是 蛮爽的 但是如果吹久的话呢 口会很红 因为它的风是冷的 然后这个桥呢 这个天桥呢 如果万一手机跌下去的话呢 你们只是只能坐着报废而已 因为是自己下海的 那我现在就让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没有 十字节 你有听到一声 懂吗 这样子就不见了 啊 记得 记得 那如果你们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如果是你们请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按我朋友的小铃铛哦 那我每次更新的话呢 你们一定会第一个十年收到新的影片 好啦 现在我就去下一个新铁啦 不然我头开始有点痛了 这个楼梯其实蛮 它楼梯还蛮大的 其实没有说很窄那种 有些那些博物院它的那些楼梯是蛮窄的 这样子走吧 看 每一层都是看海 最高层跟最第二层都是看海的 只是看的角度有点不一样吧 啊 对了 我忘了和你们分享就是 今天呢 是星期三 然后他人的苏格兰这里的那个温度呢 今天的温度是13最高 最低呢 晚上三四度 就像昨天我出门的时候整个手都冰掉 所以苏格兰 今年的天气报告呢 有点变化 也就是说呢 就算来讲五月尾或者是六月开始的话呢 会是比较稳的那个那个温度 但是呢 因为今天天气被化 所以呢 冷 我也没想到会那么的冷 我来的时候也没带什么冷冬天 就是带点比较不空的 西装之类的衣服好就好了 所以下次你们来的话呢 还是带一件比较可以挡风的衣服啊 现在我是在桥底 现在就是里面我们在拍的那个桥底 桥底的这个洞其实还蛮 它马来西亚的话呢 桥底呢 那边 看在这钓鱼 这里我暂时是没看到的 这个钓鱼 我们高游温的这点鱼 只是那个桥是可以走过去的 再调节下过 也就是现在我都很厚 走过那个桥 可以走到对面安全 算了 拍就好了 真的是太冷了个桥 算了吧 走一转就好了 我现在就爬了这个条了 现在走个过去 走一段就好了 因为毕竟还蛮长的 我没那个力气走 那现在走吧 我的身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路牌 那这条桥就是现在我要走的 就是这条桥 走到最平凡区吧 但是我没有走对外卖吧 我就出去搬就好了 所以不然的话我其实还蛮 蛮蛮久的 因为车声太大声了 有可能你们这一段是听不清楚的 我今天要讲大声吧 这个桥呢其实 每一个柱子呢也就是我身后的 这个绿色的柱子呢 都有一个号码的 现在呢我是走到第七字而已 所以我打算走到第八就好了 因为再去的话呢 还很长啊 路上还很长啊 然后现在呢我就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有多长 其实呢 那个男生在那边呢 其实是走的蛮远的 因为我拉到最 最远就是六 成六倍 所以其实是蛮远的 就这样远吧 现在我已经到了第八字 好了 算第八字就好了 没有不能再走了 因为真的是太冷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红了 不够睡 现在就赶紧的走去 那个VNA的Museum 在我的里面 刚刚说在桥底的时候说要去 但他现在还没去 所以我现在是真的要去了 真的要去了 可是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我一定要去了 不能再拖了 真的是太冷了这里 真的真的真的太冷了 就在我旁边的影子 就在那里 那现在我就要去了 刚刚在那个桥上 拍一些 拍照照片的时候 所以要很小心 因为当你在拍的时候 两边的车会在走 然后你如果手 你拿相机的话呢 拿去外面的话呢 你要很小心 因为不然的话你的头 或者是相机会不见掉 其实是还蛮危险的 好啦今天的影片呢 我会分这两季 因为太长了 是我废话太多 好我承认我 我承认我废话声是很多 因为 毕竟我能拿到这个国家里游的话呢 不懂何时何时何时还会再来 因为还蛮贵的 来一趟鱼嘛 黄飞是蛮高的 好啦 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你们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已经订阅的话呢 记得按我旁边的小铃铛哦 那我们新的影片的话呢 你们就不会结束 就这样咯 拜拜 拜拜 这次要充电了 电话没电了